朋友说,其实真的叫我唐峰就可以了 请问唐峰如何训练成这么好的口才 如果你一天要讲三场演讲 然后每场演讲两小时的话 到最后也会练成这样子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演讲它其实就是跟人对话 大家并不要觉得说 好像演讲它是一个一定要讲出什么 多么了不起的 我说话是不大糟糕的 意思就是说 我并没有觉得说我有什么message 一定要放到各位的脑里 我就是好像是大家集合起来 然后有一些想法 那我们就好像朋友在聊天一样 就是平常心 那为什么很多人演讲的时候会容易口才 反而没有他平常的时候好 是因为大家他在脑里的那个图像 是觉得说一百个人盯着我 一千个人盯着我 那我们在这个原始社会里面 就是在这个有文字发明以前 如果你被一百双眼睛盯着 或一千双眼睛盯着 你下一步可能就是被吃掉了 意思就是说 它是在那个原始社会里面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会触发人的一些 就是觉得很危险的一些反应 那但是这个反应呢 就是随着你可能深呼吸啊 或什么样 其实到可能大部分人 五六分钟就会过了 所以呢 对于一些有stage fly 就是不敢上台的这些朋友 就是他一上台之后 口才就变差了的朋友 那我有一个解决方法 我同事这个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我在办公室有各种VR设备 然后呢 所以呢 他要上台之前呢 我就让他戴VR眼镜 那在VR里面呢 就有这个在一个超级大的大厅 上万人 然后看他一直点头 一直点头的这种设定 或者是说这个他在婚礼致辞 然后宾客一直拍手 一直拍手的这个设定 那他会觉得很恐怖 那然后那就会开始这个支支吾吾 但是呢 当他在VR里面 因为他也出不来嘛 所以呢 他必须要忍受 那但是他发现说 这个到最后也没有怎么样 那些人还是面带笑容 一直点头一些点头 那过了五分钟之后 他就恢复了正常 那之后他就把VR摘掉 然后就上去演讲 然后就讲得很好 所以我想就是说 很多人的这个麻痹经验 就是不舒服的经验 其实才是让大家的口才 没有办法很流畅的原因 那不管你用VR 还是认知行为治疗 还是什么别的方法 就是能够把这部分突破之后 其实他就是跟一般聊天 是没有两样的 有点赞 认知行为治疗 有点赞 认知行为治疗